WTT澳门赛女单夺冠结束后,王曼玉与教练徐辉一起合影,曼玉的一番言论还是引来了一些球迷的争议。 王曼玉说,徐辉指导很尊重我的想法,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套路和想法去训练,这是我感觉最舒服的地方。 肖战能够交出最快大满贯,他的经验是王曼玉达不到的,成绩背后应该得到尊重。 王曼玉在肖战手下,几乎是一对一执教黛玉。 肖指导之前还有一个纸板选手齐飞,但是在实际的训练过程中,肖战把全部的心血全放在了王曼玉身上。 2021年全运会,王曼玉都回到黑龙江队,代表省队打比赛了,肖战完全可以休息,不用再管王曼玉。 然而,肖战依然还是亲自己去了黑龙江,观看王曼玉的比赛,为他赛后总结分析,还为曼玉再度加烈。 陈梦虽然有奥运会世界杯的女单冠军,但是作为专业选手而言,大家圈里人都知道,拿国内冠军更难。 王曼玉拿到全运会士兵赛的女单冠军,与他从上一队之后,一直是从肖战是分不开的。 肖战执教过延安、方伯等一批弟子,还带出最快大满冠章技科,就是莎莎的主管教练邱一可,当年也是出自肖战门下。 王曼玉在与肖战分道扬镳时,称在训练方式和执教理念上产生了偏差,而澳门赛女单夺冠后,王曼玉称徐辉的执教最舒服,能够按自己的套路和方法来训练。 那么说,肖战太强硬,完全按自己的方法来训练王曼玉。 既然那么不舒服,为什么你王曼玉还拿到了全运会时兵赛的女单冠军呢? 出了成绩,就反对教练的训练方法。 你的经验比肖战还足。 王曼玉在个人社交媒体上,谈到与肖战分开时,表达了自己对肖战指导足够的尊重。 然而在转头徐辉之后,特别是澳门赛女单夺冠,他说徐辉能够尊重她的想法,能够按照她的意愿来训练,这个还是有些让人产生遐想的。 不过,肖战的方式来训练,恐怕王曼玉现在一个大赛女单冠军,都还拿不到吧? 我个人觉得,肖战不可能完全不听王曼玉的个人意见,只是两个人分歧越来越严重,严重到不合拍。 这才导致了蛮鱼最终决定离开肖战。 徐辉门下弟子确实有明显进步,球员与教练互相尊重,相互沟通才能有更好的磨合。 徐辉与马龙是一批的球员,当年他在国家队的成绩很一般,只是后来去欧洲打联系,表现还不错。 徐辉的执教经历大多都是在拼超联赛,作为刚入国家队的小白教练,徐辉一直是不被球迷看好的。 然而,从近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,徐辉门下的弟子,却是进步最快的。 首先,钱天一在新加坡大满贯级别的赛事,杀入女单决赛。 面对伊藤美城决胜局8点10分落后,钱天一在徐辉的暂停下逆转翻盘, 对阵袁家男0比2大比分落后,也是徐辉的暂停帮助钱天一逆转。 澳门赛,钱天一也打到了8强的成绩,2004年出生的陈毅也是在徐辉门下。 眼下开打的曼谷挑战赛,陈毅3比2泥下连,3比1袁家男,也是接连取得突破。 王曼玉自己说,和徐辉指导配合很好,磨合速度比自己预期还要快。 在徐指导的帮助下,加强了前三板和小球的处理。 王曼玉在有腰伤、膝伤的前提下,能够在澳门赛以4比2战胜恢复回归的陈梦,拿到女单冠军。 这也是他与徐辉合作拿到的第一个国际比赛的单打冠军。 应该说,王曼玉对现在的教练还是非常满意的。 其实,沙沙也跟沙神陈启磨合过,澳门赛赋予刘诗文之后,沙沙与陈启也是分道扬镳。 球员,教练互相感觉到舒服,能够适应彼此的训练方法、理念,这个才是取得进步的关键所在。 当年,王楠亚运会失利后,一度跌入低谷。 国拼教练组为王楠配备了王立琴的教练李小冬。 结果,两个人在赛场边还发生了争吵。 最后,王楠提出由乔洪来执教自己,最终帮助他走出了低谷。 鞋子合不合适,只有自己知道,但是肖战毕竟给王曼玉带来了大赛成绩上的突破。 如果没有肖战指导,王曼玉不可能在2021年那个时间段,对陈梦、孙颖莎实现反超。 私下里,王曼玉有觉得肖战让他不舒服的地方,或者肖战太过强硬,按照自己的理念来训练王曼玉。 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? 再和大家聊聊最近刘国梁宣布孙颖莎和王曼玉退出比赛的意外决定。 孙颖莎退出,王曼玉退出,刘国梁宣布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。 刘国梁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消息,我们刚刚完成了WTT澳门锦标赛,我们获得了很多的胜利。 女单上,王曼玉战胜了陈梦。 男单上,王楚清战胜了马龙。 这是我们在河南新城,以及这一届澳门锦标赛上,又一次拿到了男子和女子两项的冠军。 这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啊。 就在几天前,国平队还获得了一场在曼谷举行的明星挑战赛的胜利。 不过这一次,国平队的运动员都选择了弃拳,比如孙颖莎,比如王曼玉,比如陈梦,显然是被刘国梁给吓到了。 毕竟这一次的明星挑战赛,一共有五个项目,分别是女单,男单,混双,女双,男双。 之前的和男新香公开赛,以及刚刚结束的WTT澳门公开赛,都只有男女两个项目。 所以,国平运动员若是不能尽快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,很容易就会在比赛中大放异彩。 而这一次曼谷公开赛,就是国平运动员检验自己实力的最好机会。 然而刘国梁的宣布,却让所有的运动员都退出了比赛。 这让很多人都始料未及,也让很多人感到震惊。 孙颖莎、陈梦等人,如果在这场比赛中表现得好的话, 对于他们来说,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。 毕竟像孙颖莎这样的主力选手,在世界足坛上都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位置。 曼谷之行,本来是一场很好的锻炼。 然而刘国梁的宣布,却让所有的运动员都退出了比赛。 可见,运动员们真的很累。 从之前公布的参赛名单来看,这一届的参赛队伍中,以林诗栋和宽曼为主,还有梁静坤和林高远为主的中生代运动员, 我们希望在孙颖莎和陈梦退出以后,国拼的这些年轻人,可以百分百地拿到好的名次。 尽管很多球迷都很惊讶,也很惊讶,但我们还是希望国拼的运动员不要抱太大的期望。 我们也希望宽曼和林诗栋等年轻人,可以在这一届的大赛中拿到第一,为国拼的运动员积蓄实力,让我们为国拼的运动员们欢呼。 感谢观看